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受到摄影爱好者的喜爱 时间进入2020年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项目 同样是通过照片来获取收入 一句话概括这个平台的网站原理 只要你上传的照片被查看 你就可以赚钱 这个平台是全世界 注意哦 这个地方我再强调一遍 全世界唯一一个 仅仅要求你上传的照片被查看 你就可以获得收入的平台 可以看出这个平台的门槛非常低 不要求你的照片被下载 不要求你的照片成功售出 只要有人看你的照片 你就可以拿到钱 那么有的朋友就会比较关注 我的照片每被查看一次 我到底能够获取多少的收入呢 这个地方说到每一次查看你都可以获得0.15美分 达到15美金就可以请求收款 目前这个平台已经有累计超过15000多的用户注册 每个月有超百万次的观看 这个地方有个事例 比方说这位用户他上传了406张照片 共计收到了49400次的查看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小计算 看看他能够获得多少收入 我们打开计算器 0.15美分乘以49400次查看 7410美分 那我们换算成美金 按照一美金等于100美分来计算 那么这位用户可以拿到74.1美金 仅仅是通过照片被查看 那么可以看出这个平台的回报相当丰厚 好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注册部分 点击右上角的蓝色Sign Up按钮进行注册 那么这个地方由于屏幕分辨率的关系 这个地方我暂时没有显示出来 点开之后 他会弹出这样一个注册页面 你可以直接通过Facebook谷歌账号 或者说Twitter账号进行快速注册 当然也可以通过填写下方的信息完成注册 第一栏填写电子邮箱地址 第二栏填写用户名 如果用户名是可用的 那么会以绿色勾的形式呈现 如果带有红色的三角形金探号 表明这个用户名已经被注册 你无法使用 下方填写密码 确认密码之后完成人机身份验证 勾选同意使用条款 点击Create an Account注册账号 注册之后 他会弹出这样一个页面 表面上来看 这个页面是一个要求你付费升级的页面 但是我们注意到 这里有一个免费的选项 完全不需要你花费任何的费用 而且你完全可以实现 你的照片只要被查看 就可以获取收入 为了确保你不花一分钱 那么后面的每一步都很重要 所以说建议大家完整观看本期视频 那么这个地方展示的是月度计划 我们将它切换成年度计划 那为了方便 我们直接选择订阅年度计划 选择这个免费的选项 点击subscribe进行订阅 注册的最后一步 需要你选择五个人关注 那么这个其实就像我们社交媒体一样 你需要关注其他的摄影师 反过来 只要你上传高质量的照片 那么你也会有粉丝来关注你 好这个地方 选择五个人 那我随机选择 五位摄影师 好点击continue继续 这个地方是补权你个人信息的地方 首先要给自己取一个比较独特的用户名 网赚 爱赚钱 好那实测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使用中文的 好这个地方 频道名称 什么叫频道名称 它是指你在这个平台上上传照片的时候 需要建立一个频道 相当于是属于你的一个专属的板块 那么你可以为你的频道取一个独特的名称 好那我跟我的用户名保持一致 这个位置的频道介绍 大家可以自己介绍一下 比方说你可以说 嗨 我是一位摄影爱好者 平时喜欢拍摄风景照片 好这个地方我只举一个例子啊 大家尽可能的详细描述一下 这个地方是你的个人形象的一个照片展示区域 大家可以选择一个照片进行上传 下方这个可以看作是主图 最后点击confirm 确认 大家好 我是Rodri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海外网赚世界 在我的频道 你可以看到真实网赚项目 加收款教程 加网赚技巧 以及超多网赚干货 如果你不想错过每期更新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铃铛图标 同时我已开通我的品牌账号频道 品牌账号频道将发布不一样的网赚干货 同样欢迎大家订阅 目前我已经成功登录 提醒大家有些浏览器可能对这个平台不兼容 有可能会导致你在更改用户名为中文的时候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建议大家像我一样把这个用户名改成英文 首先我们要熟悉一下这个平台的主界面 This is your feed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是你的一个主界面 就像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主板块一样 那这个地方展示的是你关注到的用户的照片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 对专业的摄影师或者说对摄影比较精通的朋友来说的话 这个照片可能说并没有什么很高的技术含量 但是还是那句话 这个平台的门槛很低 只要这个照片有人查看 那么你就有收入 它并不要求你的照片有多高的艺术水准 好我们接着往下翻 那可以看这些照片其实都是很平常的 有些都是摄影师的一些生活照 所以说只要这个照片你拥有版权 那么你都可以向上面发布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风景照 那可以看到这个用户其实27分钟前才上传的这个照片 说明很多用户在这个平台上是很活跃的 我们重点关注我们如何上传照片 首先点击这个地方的Upload按钮 上传照片前你需要注意一条最基础的规则 这条规则千万不能违反 包含裸露或者说暴力场面的照片 会导致你的账号被永久的封号 好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点击这个蓝色的按钮 选择你设备中的照片进行上传 那么右侧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上传状态 这个地方显示的是一张照片已经上传 下一步需要优化你的照片 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照片被更多的查看 那么有几个步骤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尽可能多的描述你的照片 比方说这个地方我上传的是 有关我频道的一张图片 那这个地方我就可以说 This is my YouTube channel Welcome to subscribe 这是我YouTube频道的照片 欢迎订阅 Text这个地方是标签啊 就相对于我们说发帖的时候 让更多的人观看的时候添加了标签 这个其实是优化的很重要一环 那这个地方我可以添加 比方说YouTube 好 第一个标签 第二个标签是 subscribe 订阅 好 这个地方我只做一个例子 那下方的这两个地方也是大家最好是填上的 这个是类别 那我的YouTube频道是属于教育类 我们这个地方选择educational Album是你的相片集 那么这个下拉其实没有什么可选的 那这个我就按默认的 之后我点击confer 确认 它就会保存 这个地方经过实测 它那个如果你是以中文命名的这个照片 它这个地方会乱码啊 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以英文来命名这个照片 照片已经成功上传 观看次数是以眼镜图标代表 那这个地方新型图标是点赞数 这个是评论数 这个金币图标是代表的是总共的真实观看次数 也就是说这些次数不是你自己刷来的 也不是你通过作弊手段获得的 它之所以以金币的图标代表真实观看次数 是指真实的观看次数是可以转换为现金收入的 那小猪存钱罐这个地方显示的就是你总共获得的收入 刚刚我自己查看了自己的照片 那么这个地方显示一次观看 但是真实观看次数这个地方还是零 所以说这个平台会对你的照片的查看进行检测 查看是否是真实观看次数 还有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点 有时候照片无法正常上传 这个可能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建议大家多尝试一下 下拉这个账户图标 我们看到相册这个板块 刚刚我们看到相册下拉之后没有多余的选项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没有创建任何的相册 怎样创建相册在albums这个地方 首先问你的新相册取一个名字 比方说我是向大家提供免费真实网站项目教程的 那我就可以说make money online 我就可以将这个相册命名为在线赚钱 点击create 那么就创建成功了 我们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相册就创建成功了 之后你在上传照片的时候 就可以将照片归结在这个相册下面 大家知道相册往往都是照片集 那么这样可以极大的增加你的收入 比方说你可以创建一个风景的相册 全部放风景的照片 你可以创建一个美食的相册 全部放美食的照片 这样分门别类 也方便其他的观看者来欣赏你的照片 同时集群化的照片模式 也可以让你赚取更多的收入 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地方的探索板块 那可以看到探索板块有不同的分类 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创建一些相册的话 也可以在这些类别当中选择主题 比方说你就以这个自然为主题 创建相册都可以 我们看到自然板块当中呈现的都是精选的摄影师拍摄的照片 其实你说这个照片它有很高的艺术含量 我个人倒不这么认为 但是这个照片的这个选取的视角比较好 它以这个作者的在雪地当中行走的一个背影为基准的视角来拍摄 包括下面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其他的雪景 那后面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这个相片是用尼康的相机镜头进行拍摄的 那这个地方有相机的一些详细数据 所以说只要你保证相片的质量足够高 那么你的照片是会有很多人观看的 好我们再来看到市场板块 市场板块同样是按不同类别进行分类 那么这个地方所谓的卖家其实就是一些精选摄影师 那这里所说的精选摄影师 往往是他们的照片被售卖出去 比方说这个照片 那么在市场当中的售价是2.99英镑 那么这个是8英镑 还有一些摄影师的照片可以达到15英镑 这个市场板块可以看作是这个平台提供的第二种网站方式 除了上传照片 你的照片被查看可以获得钱之外 你的照片还可以被用于售卖 比方说这个地方 这有照片的标价是45.98英镑 那这个价格其实是非常高的 还有一些下载可以获得3英镑的 好我们点进去看一下这个3英镑的 这个板块发布的都是一些虚幻主义的一些照片 那你比方说像这种照片 下载就需要付费3英镑 那么这个市场板块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看看这个能不能为你实现更多的额外收入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上面的铃铛图标 看到通知部分 那么现在已经有两个用户开始订阅我的这个照片的频道了 那也就是说我刚刚发布了一张照片之后 立即就有粉丝关注 本期视频录制到这个地方 已经接近尾声 本期为大家带来了简单三步就可以赚钱的照片网站平台 通过上传照片 只要有用户查看你的照片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收入 喜欢本期视频 不妨点赞支持我的创作 如果觉得这个项目不错 不妨点击本视频下方的分享按钮 复制本YouTube视频的链接 将本视频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观看本期视频 学习相关的教程 参与这个项目 非常感谢大家 对本期视频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